第五十八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 得奖的是 贾静雯 瀑布 出道三十年 从电视横化电影 贾静雯的成熟演技 把这场女强人同面对家庭问题 到罹患思觉失调的人生转折 诠释的滋滋入透 从眼神到肢体 都成功地让观众感受到真实的日常 谢谢金马评审 谢谢你们的看见 我非常荣幸可以在 跟这么多优秀的电影人 一起出席这个审会 还有这么多优秀的入围者 可以一起参加这个典礼 我要谢谢周孟宏导演 谢谢你让我参与了瀑布 我要谢谢瀑布台前幕后 所有辛苦的工作人员 你们真的很不容易 我跟着你们学习 看尽你们的努力 让我参与其中 非常地荣幸 然后谢谢渠岛 你努力地带着我们 应前应后地跑 让大家可以看见瀑布 还有我要谢谢 我最美丽的女儿 小金 是你给我满满的爱 满满的眼神 让我看着你美丽的眼睛 让罗品文被大家看见 我热爱表演 我非常爱这份工作 我在表演的路途上 虽然很长 可是我没有忘记初衷 我会继续抓住表演的热情 努力演好每一个角色 我会一直演下去 我热爱我的生命 我谢谢在我生命当中 出现的每一个人 每一件事 每一个半叠 每一件幸福 我都把它记在我的心里 记在我的脑海里 谢谢你们 我觉得瀑布是一部 非常值得被大家看见的电影 我因为瀑布被疗愈 我因为瀑布里面的角色 更知道在疫情过后的大家 非常需要被拥抱 非常需要被语言的温暖 希望大家都能够走进心愿 继续看瀑布 因为它还在热影中 谢谢你们 最后我要谢谢 我的家人 我的工作团队 爱我的妈妈 一直在我身边陪着我 爱我的弟弟 一直给我祝福 以及一直支持我的先生 及我的孩子 妈妈得奖了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颁奖人 也恭喜贾静文 也恭喜贾静文 谢谢观看